台南市警局的餐厅厕所呢 最近被贴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我不要掉心盈 如果看了你很有感觉的话 表示你是他们自己人 主要是因为这个年底呢 县市合并 到时候警局要迁移到台南县心盈市 但是很多警察跟员工都在想 会不会太远了 这话又不敢说出来 闷在心里又很闷 于是呢 就突发奇想 在餐厅厕所前挂了这张纸条 表达抗议 来上厕所的员工看了之后 都会心一笑 餐厅厕所门口挂了一张A4白纸 用黑绳子绑着 白纸黑字在上头就写了这么一句 我不要掉心盈 让每一个来上厕所的员工都看傻眼 忍不住拿起相机猛拍照 奇怪的告示就挂在台南市警局的餐厅厕所 原来年底县是合并在即 台南市警局可能要迁移到台南县心盈市 由于市警局内部除了远警 还有外聘的内勤人员 一旦决定搬迁 不少人上下班会多出将近一小时的路程 因此大家猜想 应该是警局内部有人觉得心盈实在太远 才会挂上纸条表达抗议 最重要的考量是治安工作不能受影响 唯一影响的只有局本部 还有局本部的幕僚 那要选择哪一个地方 其实最主要是考量到他空间的问题 就是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到另外一个地方 短短六个字已经透露内部人员对于警局搬迁的不满 虽然没有人知道吊纸条的神秘课究竟是谁 但员工突发奇想的柔性抗议 让想来厕所方便的人看了都不禁玩而一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